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城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房價持續下跌 賣房換租引關注 中國4S店持續出現倒閉潮 重擊中國AI產業 台積電斷供7奈米先進晶片 曹星成提告國台辦恐嚇 呼籲認清中共邪惡 中國房價持續下跌 一些中年人被迫把房子賣了 改為租房住 以擺脫巨額貸款的壓力 引起關注 貝殼研究院日前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 2023年中國40座重點城市中35歲以上的租客佔比超過35% 相比2021年增幅為4%到6% 北京和上海的中年租客佔比分別為45%和40% 如果算上30歲以上的群體 中年租客佔整個租房市場的55%以上 數據還顯示 三居市租賃成交佔比達27.2% 首次超過一居市 而在一線城市中 租賃精裝修房源超過70% 比2021年增加近10% 數據顯示 中年人租房比例的增長大多是以家庭為單位的 中國社交媒體上熱議 很多中年人賣房換租 賣掉房子減輕貸款壓力 改為租房居住 據說最近流行賣掉房子租房子啊 怎麼講呢 就是把自己150萬的房子賣掉 這樣每個月就能省下6000元的月供 然後再花2000的房租租過來 等房價跌回80萬的時候再買過來 你覺得這樣操作怎麼樣 大陸民眾伍伍先生表示 中國出現賣房換租的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 主要的原因主要是房價下降 大家就覺得買房子肯定就虧了 第二個呢就是大家的收入也都下降 以前這個房價是200萬 那我現在如果把這個房子供下來 這個房子的價值也才100萬 那誰還會去供這個房子 那有些人就會把這個房子給賣掉 或者是處理掉 這個房子現在也好 還是買房也好 我現在都是你看有這個外資撤離 然後工人這個失業下失業 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才會斷房斷貸 這樣就會面臨了很多壓力 大陸傳媒業者龍先生表示 很多人失業後 首先面臨的就是房貸壓力 一旦還不上房貸 房子就會被銀行收回 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唐穎李珊珊柏妮採訪報導 中國經濟下行 4S店持續出現倒閉潮 導致車主上不了牌 成為浪尾車 業內人士披露 快到年底了 很多車商餐廓裡堆滿了車 都在降價清倉大拍賣 4S店坑人的套路很多 提醒消費者買車要立即上牌照 經歷疫情封控 中國經濟下行 4S店持續出現倒閉潮 官方數據顯示 2020年至2023年的4年時間裡 就有8000家4S店關門 今年3月份 百強企業經銷商 廣東永澳宣布破產 6月 中國最大汽車經銷商 廣匯汽車旗下多家4S店 被曝提車男 接連關閉 同月底 延城最大汽車經銷商 森丰集團老闆跑路 10月份宝馬全球首家5S店宣布停業 化名張濤的4S店老闆透露 很多4S店將新車抵押給銀行 因為銷路不好 資金鏈斷裂 導致車主上不了牌 成為爛尾車 因此提醒消費者 無論全款還是分期付款 買車都要立馬上牌 不要被忽悠上臨時牌照 業內人士披露 4S店坑人的套路很多 銷售人員每月底薪1500元 賣一輛車提成200元 主要靠金融公司或銀行的利息提成12% 所以很多店不貸款不賣給你車 今年初 中國新能源汽車龍頭比亞迪率先開啟價格戰 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 7月國內新能源車占比53.5% 首次超越燃油車 據多家4S店介紹 十一購物節優惠很多 從7萬多到3萬不等的優惠 還有低首付零首付等 快到年底了 很多車商車販都堆滿了車 我們也一樣等著清倉回籠資金 不玩套路給大家特價 我不賺錢 只要少虧一點 庫存在我們這裡已經有一年以上了 打八折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熊斌中原採訪報導 美國商務部發函台積電 全面升級管制措施 台積電傳出 週一開始 全面斷供中國客戶 7奈米與更先進晶片代工服務 另外 韓國三星代工部門也傳出迅速跟進 全面停止接單生產 美國拜登政府不僅限制對中投資 更依據重擊中國AI產業 路透10號報導 美國商務部向台積電發函 禁止特定7奈米或更先進精密晶片 出口到中國 獨家中國媒體稱 台積電發送正式電子郵件 週一 11月11號開始 暫停出貨所有中國AI晶片客戶 不僅如此 三星晶圓代工事業也向客戶 發布相關通知 因應相關限制停止接單生產 會使用到COAZ 以及所謂的HyperMine Memory 這些技術 只要符合其中的一項 恐怕就會受到美國的這樣的一個監管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針對了中國大陸 在人工智慧 伺服器相關的晶片廠商 進行這方面的一個管制 指標業者比特大陸等 AI GPU廠商將面臨斷供 根據台積電第三季彩報 來自中國營收占比約11% 陸媒直言 這項事件對中國AI和GPU公司來說 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對中國晶片業者產品性能 市場競爭力產生重大影響 並可能會導致成本增加 和產品上市時間延長 早在11月份 科技研究機構拆解華為AI伺服器晶片 升騰910B之後 發現台積電管制晶片 因此白手套的說法甚嚣成傷 台積電8號表示 不評論市場傳聞 台積電作為一家首法公司 致力和遵守所有可適用的法令與法規 半導體乃至於人工智慧的方面的管制政策 我們認為會在未來的兩個月當中的話 極有可能會持續的升溫 所以說除了所謂的台積電的晶圓代工之外的話 也許它就真的會重新的換起 所謂的原本的chipboard 也就包含南韓三星 日本的其他廠商 而拜登政府想在卸任前大幅強化對中科技管制範圍 封堵可能漏洞 新台積電力審問同 台灣台北報導 周六晚 川普確定贏得亞利桑那州 這意味著七大搖擺州的選舉人票 全部被川普收入囊中 來看報導 周六晚 美聯社宣布當選總統川普 正式拿下最後一個關鍵搖擺州 亞利桑那州 再贏得11張選舉人票 至此 2024年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尘埃落定 川普在被卡洛萊納 喬治亞、賓州、威斯康辛、密歇根、內華達和亞利桑那 七大搖擺州全部獲勝 共獲得312張選舉人票 對手賀錦麗得到226張選舉人票 參議院方面 共和黨已經以53個席位拿下控制權 而眾議院的選舉結果尚未確定 目前 共和黨在眾議院435個席位中 贏得213席 距離拿下眾議院控制權至上下午席 還有17個眾議院席位的結果等待出爐 他們大部分位於西部各州選情激烈 如果共和黨最終能從民主黨手中 奪去眾議院控制權 將對川普明年1月上任後推進議程大有助益 川普成功當選後 其人事任命受到關注 在週五宣布競選經理蘇西威爾斯 將擔任白宮幕僚長後 川普週六表示 不會邀請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黑利 和前國務卿蓬佩奧加入內閣 不過川普非常感謝之前與二位的合作 也感謝他們為國家所作的貢獻 週六 白宮表示 總統拜登將於週三在橢圓形辦公室 接待當選總統川普 卸任總統與即將上任總統的會面 是一種慣例 從某種意義上標誌著 美國民主制度下權力和平交接的開始 下週 紐約法官將決定川普的封口廢案 刑事罪名是否成立 美國司法部官員也在考慮 如何撤銷對川普的良器聯邦刑事起訴 包括密謀推翻2020年美國大選結果 以及機密文件案 根據今年7月最高法院的判決 總統對官方行為享有絕對豁免權 且司法部的長期政策規定 禁止起訴現任總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靖綜合報導 這次美國大選 黑人和拉丁裔選民 對川普的支持度大幅提升 美聯社的一項調查 揭示了背後原因 請看報導 美聯社一項針對12萬多名選民 進行的全國性調查顯示 與2020年相比 黑人和拉丁裔選民 對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支持度 顯著上升 這一轉變 在45歲以下男性選民中 尤為明顯 45歲以下的黑人男性選民中 大約有30%支持川普 差不多是2020年的兩倍 而在拉美裔選民中 有將近一半投票給賀錦麗 比2020年拜登獲得的 60%的支持率顯著下降 對非裔和拉美裔選民來說 經濟和通脹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調查還發現 有25%的拉美裔選民認為移民問題是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 另外川普的個人領導能力也為他贏得了更多少數族裔選民 大約60%的拉美裔男性選民和50%的拉美裔女性選民 將川普描述為強有力的領導者 而在2020年 這一比例分別為43%和37% 而黑人選民 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將川普描述為強有力的領導者的比例 大約都是2020年的兩倍 也有分析指出 對黑人男性來說 左派推動的進步主義的吸引力在減退 相反 在一些網紅播客等的引領下 不少人更加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價值觀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金時綜合報導 周末 俄烏雙方發動了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 另外 英國國防參謀長週日透露 剛過去的10月份 是俄軍近3年來傷亡最慘重的一個月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週日證實 週六晚 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射了 創紀錄的145架攻擊無人機 這是戰爭爆發以來 俄羅斯在單個晚上 發射攻擊無人機最多的一次 在烏克蘭南部奧德薩地區 俄羅斯的無人機襲擊 造成至少兩人受傷 當地消防員在黑暗中 搜索著建築廢墟和移動窗戶被炸毀的公寓大樓 目前居民已經撤離 前一天 俄無人機對奧德薩的攻擊 還造成一人死亡 13人受傷 其中包括兩名兒童 而另一邊 烏克蘭周日也向俄羅斯本土發動無人機攻擊 包括向莫斯科發射了至少34架無人機 這是自戰爭爆發以來 烏克蘭對俄羅斯首都發動的最大規模的無人機襲擊 莫斯科周邊的三個機場航班一度受到影響 俄羅斯國防部當天表示 俄防空部隊擊落了70架烏克蘭無人機 其中在莫斯科州擊落了34架 襲擊造成至少一人受傷 歐盟首席外交官博雷爾周六在基夫表示 歐盟正準備對俄羅斯實施第15輪制裁 以減少俄羅斯從其他國家獲得無人機等武器中的零件 英國國防參謀長托尼·拉達金周日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剛剛過去的10月份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三年來 傷亡最慘重的一個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余良從後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中國失業朝下甘肅400多名大學生 為買工作被騙8000多萬 川普勝選後首度通話普丁 川普和對方提出別讓烏二戰況升級 荷蘭球迷爆出反游襲擊後 法國總統馬克宏說 會出席歐洲組總國家聯賽的法國對以色列之戰 曹星成提告國台辦恐嚇 呼籲任清中共邪惡 歡迎回來 台灣聯電創辦人曹星成 週一召開記者會 宣布要控告中共國台辦對他的恐嚇 當天到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訴 曹星成指出中共才是真正在損害兩岸同胞 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政權 也呼籲所有中華民國國民認清中共的邪惡 舉著手牌亮出兩名被告的名字 聯電創辦人曹星成 11號召開記者會 要對中共國台辦提出自訴 原因就在上個月 國台辦對曹星成等人 扣上謀獨和分裂國家的帽子 宣稱要實施所謂的懲戒 甚至公開威脅他們的生命身體與自由 這個國台辦對我的恐嚇 已經違反了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刑法 所以正式對他提出控訴 這個法律將來結果會怎麼樣 這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們立場 我們要堅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一個外國 你一個中共國 無權恐嚇我們 律師指出中共國台辦的席委 已經觸犯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的恐嚇危害安全罪 但有別於中共的蠻赫 曹星成選擇以文明的法律行為進行回應 未來也考慮在美國或國際法庭上提出訴訟 所以今天曹先生用律師團的方式 在法庭上來提出控訴 也做出一個很好的示範 就是說即使有爭端 你再不合理 都是用法院的這個文明的方式處理 而不是用文攻武嚇的方式 派飛機 軍艦 圍台 擾台 這個都是一個國際法上不容許的不文明的行為 曹星成強調中共破壞和平 限制言論自由 才是在損害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的利益 他呼籲所有的中華民國國民 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台灣也要在任職作戰方面圍擊中共 難道中華民族通通失掉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通通要聽黨話跟黨總 做中共的人況韭菜 這個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意義嗎 你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 或對台灣人民 你所犯下任何罪行 都要受到追究 即使現在不追究 歷史上也要追究你 新唐人也在電視 陳霍默 李宏 台灣 特別報導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財經100秒》 日本政府週一召開臨時內閣會議 實破內閣集體辭職 並在同天進行特別國會首相指明選舉 日元當天盤中最低扁破153.43 日元兌美元暫時在153.38附近震盪 美國明尼亞布里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 卡什卡利表示 並不擔心川普上任後 會與聯準會主席鮑爾發生衝突 因為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 都希望美國經濟蓬勃發展 通膨下降 揮達12號將在東京舉辦為期兩天的人工智慧高峰會 重頭戲將是揮達執行長黃仁勳和軟銀集團執行長孫正義 13號針對AI的未來所進行的對談 外媒《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眾議院中國特別委員會 考量國安問題及危及台灣安全為由 以致函荷蘭半導體設備商艾斯摩爾 日商東京威力科創以及美商印材科林研發科磊提供中國客戶清單 主席穆勒納爾表示 中氣購買晶片製造設備 不僅有助於中方向俄羅斯的戰爭機器供應晶片 而且還威脅到台灣等鄰國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9平20週年法拉盛研討會 4.3億人三退影響深遠 《大紀元時報》發表社論《九平共產黨》 至今已經20週年 大紀元與新唐人在各地舉辦研討會 來看11月10日在紐約法拉盛的現場報導 一本被譽為正在解體中共的書《九平共產黨》 在2004年問世深刻剖析中共的歷史與本質 被翻譯成33種語言在全球廣泛流傳 《九平》的發表解除了中共黨文化 對中國民眾的欺騙 它從很常識性的觀點就是天人合一 中國不等於中共 讓人回歸到一個傳統的價值觀上面 來破除人們的黨文化 《九平》的發表引發了三退浪潮 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的運動 截至2024年 已有超過4.3億人聲明與中共劃清界限 中國人都是被中共洗腦洗澡 已經就是麻木了 一旦看到的時候就是非常的震驚 這個共產黨原來是這樣的邪惡 它是反天反地反人類的 然後馬上就有一種心靈的覺醒 為紀念《九平》20週年 紐約大紀元報社和新唐人電視台 11月10日在法拉盛喜萊登飯店 舉行研討會 邀請各界學者 資深媒體人 退黨人士和義工發言 探討《九平》對世界及中國的影響 《九平》和退黨的意義在於 推翻共產黨之後 中國應該什麼樣子的 自己的思想上 要認清共產黨政權 為什麼是惡的 共產黨這個理論為什麼是惡的 還有就是要在心態 要給他們做一個精神上的升華 對他們做切割 余慧嘉賓發表專題演講 推動更多人認清中共 退出中共 除紐約外 《九平》20週年研討會 將在各大城市舉辦 包括舊金山 洛杉磯 溫哥華等 截至目前 全球三退人數已突破4.3億 呼籲終結中共的連署 也達到450萬簽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 郭瑞 紐約採訪報導 南極挑戰 美國兩位選手 23小時跑100英里 破紀錄 在南極一望無際的冰原上 跑160公里 感到的不只有寒冷 一起來聽聽選手們的心聲 11月的南極是夏初 正值極重 一天24小時都很亮 但在一片白茫茫中 氣溫仍低到只有零下25攝氏度 儘管如此 來自全球的15名勇敢的長跑好手 齐聚這片荒原 參加首屆南極長跑比賽 比賽主辦方形容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耐力比賽 比賽賽程分三種 最長的100英里 也就是160公里 另外兩個分別是80公里和100公里 為了安全 參賽者不是穿越南極荒原 而是在一條4.2公里長的環形賽道上跑 比賽中途 選手們可以到食堂休息一下 補充熱量和水 最先完成100英里的兩名美國選手 肩并肩地衝向終點 已經棄賽的選手們跟工作人員一起 為他們歡呼 他們打破了這項比賽的世界紀錄 我們在23小時和22分鐘 主辦方計劃明年11月會再舉行比賽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4年11月11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3853萬8082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6425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